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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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我們的 主賽啊 十萬買...十萬一棒買入的短牌主賽 看到超瑞OIN 然後我已經用CALL了 這邊 是目前 剛回來的第一把都是看不到的 這麼好看 這邊HACKSON 唉唉唉 哦~~ 才剛剛講說怎麼這個主賽 都沒什麼火花啊 那這時候 他剩4B要OIN 3加OIN 這樣我覺得很可能超瑞會TRIPLE UP 我們的許諒有個PUCKYJAX 那也只能蓋牌了 天啊 這狀牌啊 哇,可是這個Pocket Jacks蓋掉其實對我們的潮瑞很傷啊 哇哦 可是你看,現在三加all in啊 嗯 我們的10J的勝率是比KK還高的 對,反正是33 可是如果我們剛剛,他應該沒有算進去蓋掉Pocket Jacks 7-8-9 我猜有很多回合卡 7-8-1 這個三加all in 三加all in 這個翻牌 很緊張啊 對,很緊張 哇,中了個K 哦,K圈 啊,十溝變兩頭師們 這個Flob精彩了 中了一個頂三條一個是 對,反倒AA現在沒什麼救啦 因為AA發起來是10勾的 對啊 AA站起來 AA沒什麼救了 真的 AA好慘 哇,好難喔 整排一張10 哦,那這樣的話 AA還有三張勾的出牌 可是剛剛已經有蓋掉一張勾勾啦 所以只剩一張勾了 對,其實只剩一張勾了 剩一張勾了 那這邊看來我們的KK應該是要翻倍啦 哦 那Wakinyoung一個人收兩加 而且Wakinyoung又是籌碼最多 然後Double Kill啊 那Wakinyoung這一把牌 哇,Wakinyoung 該不會真的要背靠背 然後拿下兩個雙組賽的冠軍了吧 60 60,太差了 Wakinyoung cut off的98紅心 本農某這邊是七八黑桃 所以只剩下四個人家打得非常小心 卡牌 呃 波濃某某有一個雙頭順 嗯 而且如果 在一般外面的排局 如果是一个 大家都还是新手的时候 在这边 比如说这种双手 就发出S 有些人是不会发现的 有些人会 这是顺子 当然不会在传一步 发生这种事情 有啊有啊 之前那个有一场 就是那个也是 是主赛的还是 我忘记了 那个气了 那就没有 但因为是O-In 然后好像是摊开来了 摊开来了 这边是顺子 就他自己差点都站起来走了 没有啊 两个人是打起来 然后横温把他叫回来 说你顺子 很好笑 因为其实这短牌 算是新游戏啊 对 这有些人可能会不小心 因为搞混 我们Waking Young 这边集中个葫芦啊 可是上面只要一张 Diamond就是一个铜花 所以他这边 不太有什么动作 嗯 那我们BONOMO 是因为他没有摊牌价值 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个投机 因为毕竟我们看过他很多次 在一些没有摊牌价值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一个投机 是 好像底次 有65万 看BONOMO 会下注一个45万的投机呢 不然下注个40万 是的 那Waking Young 这边是一个葫芦啊 只要任何一张童话就是说 KING KING AING AING 10支哦 三个喔 可以 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哦 哦 可是这种偷袭对Tripleader来说 有时候可能就说 好吧,哥哥看 这恐怕潮累 300万 这样的话,Wakinyang继续修持 Wakinyang就在 偷Tripleader真的是一件 拿去花,拿去花 他看牌,要付出的代价太小了 Wakinyang这边拿到手 KK Tripleader手上又有牌 1700万的抽 这也拿越多 加速到40万 8个前途 我这边弃牌,我这边许亮 许亮这边,我觉得是可以抵抗 但许亮他是比较小心 他会想说 他有可能会考虑不跟Tripleader撞 可是在正常来说,这个一定是要跟的 是 啊 Flops Flops 9圈圈 许亮在 机会上直接击中了一个3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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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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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還是蠻大的,有些攤牌架子 學長籌碼增加了100多萬,到740萬 學長真的打得不錯 我們看一下,這是一個四人的LIP底池 UTG位的學長A8 Hijack這邊是勾圈 Cut off,YK要是拿到了89 而裝備的Bloom是80 沒有任何人有頂隊啊 對 目前是我們POPA暫時領先 目前好像沒有人要選擇出手 POPA這邊應該是比較 算是一顆定心丸 在翻牌面對對手下組是非常難打 可這邊其中有個三條 繼續選擇擴排 LIP底面還是有什麼 MINGEME TUMP MINGE MINGE 在這邊我們的POPA也選擇了控尺啊 選擇下注一個超級歐巴巴在40萬底子下注了100萬 自己很有可能打開POPA,他的位置很差 POPA只剩140萬的籌碼 對,他為何兩家沒有行動 這手打的真的很漂亮 這個POPA是... 這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從頭到尾選擇控尺,結果沒想到對方不給他控 還是選擇的跟注 那我們的POPA只能蓋盆 哦,POPA這樣的話是... 直接贏了一個大底池哦 對 我會聽用,選擇一個... 平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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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A圈 POPA圈有幾種一個三條A POPA雖然籌碼很少,可是在這幾把讓他... 有一點機會啦 學長牌很大 哇,學長這個牌超大 在聽黃銅 聽黃銅 那我們這邊的POPA呢 他是...籌碼是比較少 但我覺得他沒有位置的裝置,他很擔心自己會不會... 輸了KICKER啊 他會不會只用跟注的呢 好,選擇只跟注,先看轉牌再做決定 clear 一下 ペー 在看 我們可以先拿我解釋 那個 尊重 呢 呢 沉 OK 我們可以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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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花到 人家river到了一個花 完了 破飯這邊倒葫蘆 破飯又收到那個葫蘆 天啊 115萬的底子 而且這個花又是頂花 好像只輸4條黑啊 那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許亮對Pofile做過超瓷的bluff 他會不會藉由上一次的經驗來一個平衡再一個超瓷的all in 選擇一個滿瓷的下注 嗯 破壞 破法難受了 這個應該會跟住我覺得 flushy 我們破法也馬上讀出對手是不是flush 然後 破法的毒牌滿準的 對 可是他最後毒牌滿準的 可是 往往還是會選擇坑住 所以我覺得可能 破法要多相信一點自己的直覺 跟自己的毒盤能力 他應該要相信自己現在已經 他的那個毒盤能力非常好 可能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還可以 有 我覺得他很快 這個 抱歉 唉呀,最後這樣騎太煩了 如果是另外一張方片,我覺得POFA蠻能騎的 其實有機會是可以騎掉的,可是來這張騎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邊是跟住10萬 99 POFA這邊Key圈 Key圈感覺可以起飛了 對啊 有機會可能會直接WIN 因為畢竟只剩下22個籤組 但許亮我覺得他不一定會跟喔 嗯 哇,我們這邊YKey圈應該是要上 A圈,黑桃 他會是全場的True Leader 是 CALL CALL ord CALL 他說 確定 CALL A圖 s 4 1 2 2 3 3 2 3 7 看 看這個翻牌 32對64 中了一個K 可是我們的Y King 是擊中了天順 天啊 破壞其實在主賽長排 主賽當中有過這樣 直接翻牌天順的前往跑 可以可以 現在只剩下 可以分錢的S了 破壞很可能要止步 我們第四名 集中了順子 但是 我們的Y King 是天生順 那這樣的話 Y King 又更多啦 Y King 現在又成為 我們目前超級Tripleader 而且拉開了非常多 這樣的話 你恭喜我們POFA獲得了 我們的第四名 拿到了97萬4500的一個 英鎊 對英鎊的賽事獎勵 降到一百多萬美金啊 又有籌碼又有牌 這邊 馬上AA 那看惠倫跟他撞牌 哇 哇 但是這個 這個衝法太深了 應該不至於打完 畢竟有一百四十幾個前組 應該是一個會 加組 然後我會遭遇到Limper Race 其實如果是Limper Race的話 有點危險 許量有可能會O-in 我覺得應該會加到一百八十萬左右 哇 加超大的 兩百八十萬 可是在這種三人桌 X King是超級超級大的牌啊 我覺得許量可能是要上啦 這X King太強了 可是大家知道 對方加這個Size 是已經套匙了 沒有什麼氣牌率了 那他在想 他應該要看一下BONOMO的籌碼 如果BONOMO很少 可能會不會有氣掉的機會 可是如果BONOMO跟他差不多 他有可能會去O-in的 畢竟這是個三人桌啊 這個要蓋是有點難啊 哇 許量真的是太厲害了 許量這邊一圈 能跟住十萬 可以 我覺得自己在購入 那裡 可以 TUK 不要加拿了 一圈 你可以 自己在邰皇旅上 所有人地方都在購入 那裡 現在 你可以 所以 你 那这边 我觉得这边选择要跟住 要选择Limper Race都是一个可以的 因为两个人冲码量差不多 他们都不太会去 去对强筹去进行进攻 而反而对对手会 可以施加压力的一个冲码量 诶 其实呢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击中了顶对AR 而我们的Pnomo是击中了一个SAT 那我们的许亮也是击中了一个顶对 那我想应该会跟住 这个S Queen还是会跟住一张 而且他要炒花圈啊 使用岩石了 看人家的许亮 我觉得许亮真的在这FINAL TAO表现得非常好 在这一次短牌的赛事 我相信经过这一场短牌的比赛 应该奠定了他的信心 应该以后传奇的赛事 他一定都会来参加 你觉得他会盖吗 RUFLOP 不容易吧 好 选择加 选择一个RUFLOP 对啊 这 不可能 盖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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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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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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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许亮这边应该就是会盖牌 许亮应该也是知道对手牌力的强度 是 那虽然就算对手现在是一个Jaw Hand的话 其实 其实他都没有领先太多 嗯 这牌面有太多危险了 可以 买顺买花 所以 本能我觉得是选择直接OIN 可是我们看一下许亮能不能继续维持到他的稳定度呢 因为他盖掉了非常多的大牌 嗯 那他应该会不会有办法维持他的稳定度 对 感觉没太 因为有时候你盖了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被弄太多是觉得 不可能没搞到牌了 然后就上了 有时候还是会这样子 但没办法 这个顶对A加一个圈 就对 蛮难的 不容易 欸 他是Limper Core 对 这不太能跟 可是这边 大概率会改了 对啊 其实对手的确也会有AK的可能性 有两对啊 三条 是的 好 一样维持很好的稳定度 哇许亮真的太厉害了 这手牌本能梦是 球马量直接来到了930万 安全 哦 7 4 6 7 6 5 4 7 7 8 9 9 還是選擇抵抗這個button 看上一張K 可以用這邊持續下入半尺 嗯 學到這邊 學到這邊 選擇繼續跟住 好厲害喔 繼續的跟住 River 那我們的YKing要被連扛了兩發 River 沒有攤牌的架子 選擇下出了 半尺 半尺 這邊我是覺得這邊如果能抓是太現實的一件事情 這你要抓的牌真的是太少了 這真的只能抓90 10勾都 買到了 而且 還有Q什麼 這個應該是抓不動的 哇 這個call真的就amazing 很想看他跟 可是這個應該是跟不下來 好 下是52萬5 這邊真的是 你覺得他更下來嗎 木木 對啊 太艱難了 他獨死外King out這邊是一個 他除非看到底牌吧 可是他照理說這應該很快就起牌 他想好久 蛤? 哇 哇 超級漂亮的一手抓機 這個太離譜了吧 這個 哇靠 這個已經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 好 我們這邊 BONO 平根 我一樣也選擇過牌他的Q死黑桃 好 分別擊中了頂隊 跟擊中了三條 那BONO 哇 BONO 現在把把都有後門滑 那BONO 應該會選擇過牌跟住 還是要主動下住呢 應該可以選擇過牌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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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River 直接擊中了 銅花 那底池是有點小 我們看看BONO 這邊會怎麼操作 因為之前有看過他 會埋伏了蠻多的 可是這邊畢竟只有兩個人在對決 所以應該會比較傾向於主動下住 選擇一個15萬的下住 Race 他的引右的 引Deuce的一個Race 成功了 引右對手做一個加住 下一個比較小的住馬 四路 那我可以用把他的一些 攤牌 把他打成一個Buff 那邊 這邊波諾摩 應該有可能會再加住到200萬 但我們的外型用應該是 跟不太下 2.2 1.2 3.3 5.3 5.3 4.1 5.3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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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這在bluff還是用block在做 rebluff 因為我去拍還是非常的強 我們桌上取立的擁有1500萬的籌碼 我們可以看到bluff 宜蘭的文件沒有任何的情緒 而且我之前有看過他打牌特別觀察他 他景東賣會特別的快 有時候會看一下會不會緊張 因為有時候打牌居然打了很久 有時候你做一些 動作你還是會心跳加速的感覺 那些東西常不太做 那我們的外景要先入圍參考 1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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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牌居然打成 練到 加進 8個國家 標準 這邊變成是說他感覺好像是會不會因為對手有一些block來做rebluff 譬如說拿一張莊塊A的block之類的 OK固負,我已經用到最後決定還是開掉了 做了一個Limp跟注 又來到一個三家的跟注底池 翻牌來到K16三色 沒有任何玩家有擊中 水王這裡都是後門桿眼 後門花和後門順的組合 水王在這邊下注了一個17萬5個半尺的下注 現在我們的前注級別是前注6萬,裝位12萬 那我可以用是一個卡下面的順子 但它卡到之後還是會輸給勾圈 所以這邊不一定會選擇跟注 但如果要選擇跟注主要的好處是因為它是button 這裡選擇做一個直接的加注 那這裡徐亮是會直接蓋牌了 那這裡徐亮是會直接蓋牌了 對,徐亮應該直接蓋牌了 對,徐亮應該直接蓋牌了 可以看到YK現在依然在場上 真的是很有可能,很有希望 去進行第二個主賽的冠軍的角逐 然後這手牌我們的徐亮拿到一手圈圈 繼續做了一個跟注 哇,Keya現在是chip leader 有一對6在手 又是一個三加的防火敵持 翻牌來到788 徐亮選擇過牌 哇,Keya做了一個175,000的下注 波濃墨7排之後 行動人次再次回到徐亮 做了一個跟注 轉牌的一張6是給YK帶來了一個葫蘆 哇,這邊集中一個葫蘆啊 好,那我們的徐亮這邊還有一個後門這個 還有一張花的聽牌 那還可以買 對,徐亮這邊可能還是會 還是應該要跟注 應該還是會選擇跟注 而且這是圈圈圈有一個超隊的保護 在核牌是有一個大葫蘆的聽牌 以及買花的聽牌 並且這個花聽出來是蠻大的花 所以他這裡面對這樣子一個45萬的下注 依然是有概率選擇跟注的 而且是用大概率的跟注 好,核牌是花到 哇哦,我們的徐亮這邊中了一個童話 繼續選擇過牌 那兩位玩家都選擇過牌 被超車了 這也會在轉牌的葫蘆直接被核牌超車 這也挺難受的 我已經用Q8,我不選擇過牌 翻牌來到A9圈 兩位玩家都擊中了一個隊子 在30萬的底池中下注是75000 A9圈 Wakian也是輕鬆的跟注 轉牌出現一張7 那麼徐亮通過兩隊實現了反超 但由於是敵兩隊 所以牌面對他發展依舊不是非常的有利 對手超車的概率還是非常大的 65萬的底池 他這裡可以去考慮做一個保護性的下注 40萬左右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下注一個33萬 那我們的Wakian除了這個Q以外 他有買一個卡6的順子 所以有可能會再跟一張看看 繼續選擇跟一張 兩位現在是一個64開 合牌出現這張勾 牌面有點不太一樣 那麼 徐亮這裡 可以考慮做一個 過牌之後的修盪 或者是 他這裡可以考慮做一個阻擋型的下注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輕巧於過牌 過牌之後 能贏的牌其實 他如果過牌之後不能贏的牌 其實對手還是會打 對 應該還是要做阻擋型下注 對 他目前還是領先一個整體範圍 是一個架子下注 做了一個45萬的下注 在我們這邊 我們的Wakian用 應該知道自己的Q是落後 那手上有一張8 其實這邊可以轉個炸虎 我覺得這邊應該不太會 我覺得有轉炸虎的機會 改掉 除非在翻牌前兩手牌 兩位玩家都拿到了很強的手牌 不然的話 底池也不會很大 就幾乎不會黏遲 動不動後手都是在500萬以上 而底池 往往都只有30萬左右 對 SPR永遠是在1比10以上 對 大家都一直令吧 翻前加速是比較少看到的 所以底池也不會太大 好 兩位玩家都選擇做了一個過牌 學長是隱藏了他的K隊子 目前他的K隊已經升級成了 帶頂隊買兩頭勝 繼續選擇過牌 合牌來到一張方片6 看一下波諾摩 面對對手兩條接的下注 他的A圈繼續選擇過牌 那這裡徐亮應該會做一個 比較大的價值下注 去平衡他的一些炸虎 這裡極有可能是做一個 40萬以上的超齒 還是打了17萬5千 半吃不到 那就是抓對手的搏價值了 那波諾摩這邊SK 這邊去抓一次比較不現實一點 做了一個A-Hide抓機 他沒有抓到 我的血量不錯 這邊有一個AQ的AK 對呀 那這手牌應該是 會在翻前打的 比較大 稍嫌激進吧 這邊SK應該是 要加到50萬吧 透了一個跟注之後 SK 加注到57萬5千 那這SK還是一個 蠻強的一個起司手牌 這裡有可能繼續做一個 加注也可以 不過SK 雜色在這樣子一個三人底池 面對對手的一個加值範圍 直接選擇ALL IN 那這裡AK是只能 跟注了呀 就撞牌了 我們可以剛剛看過 我們有蓋掉過 SK給AS 可是這邊選擇 確實跟注啊 然後 一把AK蓋A 可是這把隊AQ 反而沒有蓋掉 也是因為 有效籌碼 他剛剛可以看到 在跟注之前也是 數了一下自己的有效籌碼 並且這條LINE也是 對上了對手 直接一個拳下 100個前組 100個前組 可以看到他可能也是對兩位玩家有所解讀啊 Waikion可能 做這樣子一個 動作的翻前範圍啊 可能比較的 緊一點 波納摩這裡可能會更鬆一點 對 那他自己選擇去call 波納摩 那時候Waikion是選擇一個LIMP RACE 波納摩是直接ALL IN 那我覺得狀況可能比較不一樣 也是LIMP面對許量的一個RACE做了一個ALL IN 一模一樣的 對 轉牌 這幾下4張10 可以幫到我們波納摩 對 只有4張10 那如果這一把讓我們的許量翻倍的話 就球馬兌換 好 好 我們的許量順利的翻倍啊 這個大的底子 讓我們許量 那如果我們雪亮現在 以他這個技術 又有這個籌碼 終於得逮到一個機會